你档案里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涨案 只是被拘留15天 下一步我们就在研究怎么能行使它 一旦行使了它 这后果啊 你这孩子一步 山东平渡王立书记这个事 现在闹得很大 现在在山东省 他也成立了一个联合调查组 进入这个平渡市 来调查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可能会引发 这个平渡市的一个官场地震了 因为这个市 它牵扯到的这个部门非常多 包括税务局 信访局 还有什么公安局 相当多的部门都有涉及 包括这个王立书记 这个平渡市 它是一个县级市 属于这个青岛 山东青岛 我们知道青岛市在山东 经济最发达的一个城市 那这个案件还涉及到一个 一个非常有名的企业 当地非常有名的企业 注册资金是30亿 一个叫蓝素股 蓝素股这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下面还投资了一个叫青年社会职业体验中心 对吧 这个投资是80亿 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多 这个到底投在哪里 有没有问题 这个事情 比如说这个整个案件 它涉及的这个资金规模是非常大的 虽然这个是对于这个举报人谢贤 我来讲 它是一个小事 但是它涉及到的一个影响非常巨大的 如果这个调查组能够深挖的话 可以挖出一大片人了 如果要严查下来 会有一大片人落 这个不是微影手提 待会我们会讲 这个事情会非常大 我们先讲这个谢贤武 他为什么要被这个王力书记恐吓 但是到底是犯了什么错 是他有他的问题 还是这个领导的问题 这个事情呢 大概是三年前 这个平度市的一个居民谢贤武 他老婆姓田的 从当地的这个蓝树谷这个公司离职了 但是呢 他这个妻子在职期间 是在公司负责人的要求下 和其他同事一起20个人吧 就以个人名义注册了个公司啊 这个公司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帮助这个蓝树谷公司去避税 因为当时三年前 我们国家有一个优惠政策 就是搞一个万众创新 万众创业啊 就是鼓励这个 我们这个创业 就是拉动就业吧 这个初衷呢 就是提升就业率 为了帮助老百姓去讨生活的这个 这个优惠政策啊 被这个大公司啊 就不缺钱的这些公司 去占用 而且这个是各种各个部门呢 去维护这个公司的利益 导致真正需要这个政府补贴的 这些人呢 就没有享受到这个优惠啊 因为这个小公司啊 他会享受到一个免税的一个政策 或者是优惠的 所以说优惠的一个政策 就被这个大公司给占用了 这是非常恶劣的 就导致中央的一个政策 没有下放到地方 被截留了 可以这么说 那么这个限贤武呢 因为他老婆离职了 但是他老婆旗下的公司呢 还与这个兰塑股公司 有一些业务往来 他想把这个关系给断了 对吧 他就向这个有关部门去 去投诉这个事情啊 他的初衷也是为了解决这个 好顾之忧啊 结果这个有关部门呢 是去调查了 但是处理方式呢 就很奇怪啊 他是把这个迅速我老婆 还有他 还有另外总共二十人吧 这些人呢 以这个开的一个发票不合规为由啊 将来罚款啊 两百一千四百元 不等就被罚款了 同时这个 这个有关部门呢 他是也声称了 向蓝手公司 递出了一个罚单 但是没有得到证明啊 这个谢贤武认为 他就是没有去罚这个蓝手股 就把他们给罚了 所以这个谢贤武啊 不服务 又向这个监管单位去举报 啊 那就是持续举报啊 这个就惹火了 这个领导啊 因为他可能这个这些单位啊 他有一些 内部的沟通机制啊 就认为这个谢贤武啊 这个调适对吧 可能会影响这个大局 对吧 因为这个蓝手股公司啊 在当地是一个重点企业 这个投资非常大 三十亿啊 再加下属的一个八十亿 还有其他官邻公司啊 房地产公司啊 之类的 加起来可能就上百亿 然后我这个啊 谢贤武 他的举报之路啊 就让他 他的生活啊 进入一个噩梦级模式啊 包括这被有关部门拘留 被这个监控啊 他老婆因为怀有生孕 是在家 是被也是被管制 对吧 如果没被 没有生孕的话 还估计也是被刑拘了 所以这个 谢贤武 他的目的啊 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 但是他 他的行为啊 是正义之举 也会给国家带来好处 不光是为个人 所以他的行为啊 是值得我们去 去深远 那相反呢 这个王立书记 对吧 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他是出于维稳吗 是出于维护 那个国家 这个利益吗 没有 他只是为了维护 他们那个小圈子而已 因为对国家 是没有那么好处的 你说这个 王立书记 他是在维护 这个平度市的一个利益 这个平度市 那平度市的一些有关部门的一个年终奖金可能也有关系啊 所以他也是一个自私的行为啊 自私利 对吧 所以他说不过去啊 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联合调查组下去查了以后啊 啊 我估计会查出这些问题来啊 所以这个王立书记被停职啊 调查以后啊 这个当天晚上这个王立啊就带队啊去这个谢行武家去进行赔礼道歉啊 他的想法呢 也是想通过这个谢行武啊 去保住啊 他的原谅啊 去保住他的位置啊 他只是停职调查 而不是说撤职对吧 你说开除或者不再任用 开除党籍啊 这个这个才是啊 我们想看到的一个结果 但是他王立目前只是停职调查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估计很快要官复原职 因为他这个 他整个就是一个利益的一个关联体 一荣即荣 一损即损 要么就一起下 对吧 要么一起上 你光是一个王立下 其他的肯定也会牵扯其中 所以其他人也会保住王立 对吧 所以这个王立 今后怎么处理也是个问题 所以这个这个事情啊 可能会牵扯很多人 这个也有待 我们有关部门去调查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